字幕君 李宗盛 嗨!我是妹妹老師 今天要陪你們一起玩遊戲哦 首先呢 我們要準備一個盆子 還有一雙筷子 然後一個小小的柔氣 再來呢要準備很多橡皮筋 家裡一定非常多橡皮筋對不對 今天呢我們就用橡皮筋來玩遊戲 首先呢先把盆子裡面裝大概三分之一的水 然後把橡皮筋丟進去 隨便丟就好了 全部把它放進去 好這樣子就準備完成了喔 好現在把橡皮筋全部都放到盆子裡面的喔 然後呢拿出你的筷子 你可以用一隻筷子 也可以用一雙筷子 好現在呢我們先用一隻筷子 爸爸媽媽呢可以請小朋友用一隻筷子 去撈出綠色的橡皮筋 這要很專心才可以撈起來喔 撈起來之後呢可以放在剛剛準備好的小容器裡面 要把綠色的橡皮筋全部撈起來 綠色的喔綠色要全部撈起來喔 那大一點的小朋友呢就可以請他用一雙筷子用夾的 把它夾起來用夾的 好綠色的橡皮筋全部夾起來了 那接下來換黃色的橡皮筋 黃色喔 把全部的黃色橡皮筋都撈出來 裡面這邊有什麼顏色 還有紅色跟藍色 那一樣也可以用一個 我們現在用一個來撈紅色的橡皮筋 我們現在用一個來撈紅色的橡皮筋 這個要很專心喔 小朋友呢也會玩得很開心喔 接下來用一雙筷子夾出藍色的橡皮筋 最後剩下粉紅色 我們一樣把它夾出來 如果家裡有哥哥姐姐 可以跟他們一起比賽 看誰夾最多 或者是看誰夾最快 好啦現在全部的橡皮筋都夾完囉 喔還有一個耶 好全部橡皮筋都夾完囉 是不是很簡單又很好玩呢 媽媽跟爸爸呢 除了放橡皮筋之外 你們也可以放其他 想要讓孩子練習夾看看的東西喔 除了用筷子也可以用叉子 或是湯匙 不一樣的東西 讓小朋友去練習他的手眼協調 還有小肌肉的運用喔 那麼美美老師的遊戲時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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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